下列有关石油的叙述 何者正确 A选项 石化工业上热烈解的目的是将石油中较大的分子 转变成经济价值较高的小分子 这是正确的 这就是青油烈解厂所在做的事情 B选项 石油的分量是利用各成分融点的差异而分离 并不对 石油是液体 加而之后会变气体 液体变成气体 主要是废点而非融点 所以B不对 C选项 石油气是一种由原油分流而得的六分 而六分也就是混合物 而石油气的碳数主要为 C1一个碳到C4四个碳的厅内 第一选项 西油的分流温度 较柴油的分流温度来得高 并不正确 正确是来得低才对 我们可以来看分流装置图 我们来看分六碳分六至六分之间 废点的碳数相对关系 对石油而言 石油混合物的废点约为 30到170度C 碳数为5个碳到12个碳 而柴油混合物 而柴油混合物 废点为250到350 碳数为13到25的碳 因此 汽油的废点会比柴油来得低 所以第一选项错误 答案为A选项